我喜欢你 莫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本来我们是要去机场的 但是 轩哥说 他想见你一遍 轩哥呢 我先上车了 我想跟你聊两句啊 我马上要回国了 但心里边还有点不放心 你知道方笑语搬到你隔壁住了吗 知道 怎么了吗 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吗 所以你转转跑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对 谢谢你的关心 至于我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不劳你费心了 那该说的也说完了 路上注意安全 一路平安 等一下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他吗 唐总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问我呢 我以什么样的身份 是不是在你心里边你觉得我喜欢雪天儿的 对吗 难道不是吗 这一直以来是你的一个心结 但是今天我给你解释清楚了 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 他是我的好朋友 在工作上 他是我的好的合作伙伴 仅此而已 如果你真心地相信我说的话的话 就不要听周围的任何人跟你说任何的事情 他们的想法代表不了我 懂了吗 懂了吗 我会想跟你说 我喜欢你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紧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归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好 等我忙忙了做我的工作了 我会回来看你 等我 轩哥 那我们走了 他刚刚亲我了 你爱我 太浪漫了吧 你进来吗 对 你还没进去吗 我可以问你 什么是在这亮面 你不知道吗 这是你的朋友 给你帮你 我的朋友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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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捕捕了 他说 是 它是危险的,它太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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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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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感情 因为我总觉得 他就是小王子 总有一天 他会回到自己的星球 我不想变成可怜的小狐狸 一直默默地在原地等待 可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忽然发现 好像并不是那样的 他没有离开我 他反而试着去靠近我 倾听我的心声 在意我的想法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发现并不是我自作多情 原来 我喜欢的人 他也喜欢我 既然 你点亮了我的夜晚 那以后 就让我来守护你的梦吧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笑什么呢 脸都笑红了 你还记得给我戴口红呢 不是这个 我不是告诉你色号了吗 要不对的话自己去买一个你喜欢的色号 不是 表哥 你有没有见到莫菲姐啊 表哥 你有没有见到莫菲姐啊 你有没有见到莫菲姐啊 不要 又不见到莫菲姐了